Hello,大家好,我在镜头外面,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个比较special的环节,这我们来采访新一队的情侣,完之后大家要简单稍微介绍一下彼此呢,就是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好,你来吧,我先来,行,我叫Eric,然后今年在,现在在华夏卢大学读精算专业,然后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OK,然后 这是我女朋友,我叫Amy,然后我们俩都是八月份,就是要毕业,然后我下学期还有一门课,因为算错了学分,不然我已经毕业了,好,行,那就这样子,完之后我们的规则就是说我会提一些问题,之后大家就是不要看对方,之后写在你的iPad上,以后我们给镜头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How I am,要吗,where, where, where, how,五个W,写一下 不给看我的,你好好写的吗? 我好好写了 信张一下 浩我应该写什么呀,情侣 就怎么见面的 怎么见面的 对 你是不是听不出问题 那What和浩有什么区别呀 你就差不多行 你不用非写五个W 他不是说要写五个W 差不多这个意思 就你这么采访 我一说到了七点钟还在采访 好好好 我写完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 谁先瘦一下大家 你先瘦吧 凭什么我先瘦 行我先瘦 我这个就是很严谨 你看够大 你稍微往前一点 OK 这个是女生的答案 好 就地点就是EZS一个补习班 OK 对在滑雪炉那 然后当时就是2018年的某某月 我也忘了 然后呢一个补习班上 我去晚了 然后呢 没有座了 就只有他旁边有个座 我就啪就坐那了 坐那了以后呢 然后呢 我就 我有一个matrix总是解不出来 我就说同学 我就对补习班嘛 然后我就说同学 这个matrix你会解吗 然后我就问他 对 然后呢 他就 后来又上课了 上课了以后 他不听讲 就帮我解matrix 哎呀 我觉得这个男的真是傻啊 然后我就听 然后我就心想 反正你先帮我解着吧 我先听会讲 对 就这么认识的 而且我当时就是 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跟旁边一个女生聊的贼 所以当时就已经有点生气了 没有 我就是 没有 就是 就认识 所以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就说 往那边想 对 就纯就是 认识个同学 纯就是想帮我解matrix 好 我们看一下男生的答案 就是男生的答案 OK 男生你解释一下 就是有什么想clarify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嘛 然后我记得是4月份 2018年4月份 你还有date 能记得吗 4月16 还是20 4月20 对 我记得有个6 OK 对 然后呢 我不信 我觉得这是你编的 没有 没有 真不是我编的 是当时期末考试嘛 所以就刚好就是4月份 嗯 然后认识的 然后 具体我跟别的女的聊天事 我真不记得 聊的可开心 那不是 聊脸就是聊 含笑风声 脸笑成个花一样 他问我 什么东西 现在还有没有他微信呢 我真不记得这事 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就是 他那天穿什么衣服 问我数学题 你是问我 你是问我 你哪写错了 然后我就帮你搞 找哪里写错了 对 对吧 因为算错了 对哪算错了 一点点算错了 就全部都乱掉了 Metrix 明白 就这个 就这个缘分 就是认识了 对吧 嗯 那你这个认识 目前感觉看出来没有火花呀 那你俩是 就是什么过程让你 就是继续见面的呢 就是一次次不惜这样子 就是我后来就是下了课以后 然后呢 我就留下问老师提 然后他也留下问老师提 然后我感觉他有点灰 OK 我感觉他问的题吧 就是他他跟老师说的话 表现出他对这个有点灰 然后呢 主要我不太会 然后呢 这件事 我就觉得他比我会 引起你的好奇 对 然后 就approach来了 不是 然后后来他就临走时候 就要我微信来着 哦 跑完天来 back to night 为什么想到要微信了 我 就是 一见钟情呀 这会有到证据的 这会有到证据的 他一直是这么说的 是吗 什么 他 我觉得会留到 会留下证据 我知道 对啊 就是这样 就是他这么多年 都是这么说的 对 我从来不要别人微信 我第一次要别人微信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 我真的从来不要别人微信 我是一个比较腼腆的男生 所以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就是 因为在华海卢 就是 我觉得华海卢的男生 都特别的 就是长得人模狗样的男生 都很渣 然后呢 我确实上了大学以后 就经常在补习班 被邀微信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 我不用微信 然后他们就会说 那加个手机号 我说我不用手机 对 我就直接走 我就根本就 正眼都不会看他们一眼 那你当时咋就 理都不理的那种 我就很高冷那时候 那当时咋就决定 我觉得他会这个题 可以帮我 就这么简单吧 粗暴 对啊 对啊 因为我当时就是 确实是 我 你看我是数学系的嘛 但是我数学 一般 然后 我这个手机里 需要一些大佬 来carry我 你就是突然碰到个大佬 就眼神一亮 完就同意了 也不是大佬我就觉得他比我会就比我强一点 反正一点吧 也就是这些 然后我就加了 好爱心 那那个就是再写一下就是怎么样第一次问对方出去也好 或者说是就接下来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回忆一下 接下来我就开始和另一个男生就不停的混混淆 他们俩 因为我是一个脸盲 然后我分不起 我不太就不太分得清人的长相 不管中国人还外国人 嗯 比如我见过一面 我再过几天见你我就可能不认识你了 嗯 然后有一个男的跟他长得贼像 身高 呃身材 包括穿着 打扮 都很像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 他们俩就是我完全混淆的 然后我路上 后来我 后来我分清了 因为确实天天见 然后 然后就看清了他的脸 那时候没看清的时候呢 呃 我甚至就说在大街上认识 呃 不是天天见 哪里天天见 我说后来 后来 后来 然后我甚至在大街上遇到另外那个男生的时候 我还说 哎 你刚才不是跟我在那个哪哪 你怎么又来这 然后那个男生就看我就像疯子一样看我 对 所以每次都是谁 as 谁out 或者以什么理由 就是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top trade理由 我有点不记得了 真的有点不记得了 就是你 不是 当时后来不就去工作 不是 后来就去工作了 对 对 对 当时期末考试认识的 当时期末考试认识的 然后co-op了 那这中间没机会说话 没有 期末考试后来学了两天习 哦 对对对 他他还来我宿舍学习来着 对 所以是你主的 男生主的问的 对 但我不确定是谁 是我教育还是你 你要来 我忘了 我还记得了 他主要是为了准备那个 计算计考试 就CS我不太会 你就叫他教教我 然后老问我 对 反正你就过来说 那我来帮你吧 对 然后就 我觉得这个比较男生主动性 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体现出他最主动的时候 可能是我邀他来的 后来工作了 后来工作了 对 所以是到工作 那你们回忆一下就是怎么就link到表白的呢 就是或者link到这个环节 觉得说我们应该more that friends 我觉得跟Hanko有关的 他有一个小兄弟 街头的小兄弟叫Hanko 也是一个挺不正常的人 然后 还挺不正常 就是就是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那时候我们都来多人多了嘛 然后都在这边工作 就来这边施洗的工作 对 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个表情包 而且那个表情包是一个葫芦 你知道那个金刚葫芦芦芦那个葫芦 然后劈开以后出来一个小人 然后就开始跳舞 然后把那个内裤一拽了就开始甩内裤 哦 那这个怎么的 那刻到表白 不 这个没link到 这个就是 不是 后来就很久不 很久不联系了 对于我来说是这个 然后有一天 他有故事 和我朋友在那个Eaton逛街 然后之后呢 这个男生之间嘛 然后就开始说这个 你最近有没有心仪的人呀 啊什么的 你们俩能这么正经吗 肯定是你最近有没有妹子啊 对 然后你敢跟他说话吗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说行啊 敢就那个说就说 对吧 然后之后呢 我说那说什么呀 然后说那你 我说那不如 我就发个表情包好了 然后之后 我们就在Eaton 你们在Eaton 对 不是在一个咖啡店 没有没有 在Eaton那个 当时还有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二楼 有个科研室 啊 对对 Kiosk在那 对对对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在在 对 就在那个科研室门口 然后之后 我说发就发 然后在那门口发的 发了之后 没两分钟电话就来了 对 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那个表情包了的时候 我就一个电话打过去 嗯 这是想说的事 18 也是18年年底 五六月吧 六七月了 六七月 六七月 就是你们认识之后 对 六七月 可能就是一两个月之后发生的 对 OK 对 万一就打电话 我就 我之前没给他打过电话 哦 之前全是微信 我另外没打过电话 哦 OK OK 而且我也没有他的电话 就我是打微信 微信电话 就是微信电话 我就一个电话拨过去了 啊 就你质问了他一下 没有 没有我就说干啥 他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哈哈哈哈 我忘了我说啥了 好像是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哦真的吗 好像是 我还记得了 然后就聊了两句 嗯 嗯 之后这个电话就以什么结束 就是要 我说哪天出来玩啊 我说哪天出来玩 然后我好像说我没空 对吧 我应该是拒绝 两手就直接接过去 没有 你没有直接拒绝 就是很敷衍 你说行 你说行 哪天 哪天见 我说改天 改天再说 对 因为我 我那个暑假 那个就是work term 对 我那时候桃花园 好棒啊 你知道 就是我身边好多人 但是他是 影到最后的那个 然后我有很多朋友 也给我介绍 因为那时候确实单身 嗯 所以呢 很多男生约 所以我都是 无情拒绝 那姐姐 你当时咋就觉得说 这个男生 你能看得上呢 没 没看上 不是 他老约我 OK 他约我一次 我拒绝一次 约我一次 我拒绝一次 没有 我其实不记得 真不记得 我没有 我不记得 我拒绝了你好几次 你之前还说 你 你之前还说 你说能约你出来 真是太费劲了 终于约出来了 哦 可能是 不是你这么说的 像我在撒谎 感觉 不是 因为我不记得 脑子也 这个事 不是一个很 那个什么 就是很重要的事 因为我觉得 你拒绝我是非常正当的理由 哦 是吗 对然后每次理由都不想说 我就觉得非常正当的 整个都是 其实都是瞎胡乱舟的理由 那可能 那你自己知道 但是我没有这种感觉 就还好 但是反正你约了三四次 我才出去了 对吧 我就慢慢怎么就唠叨 觉得说 然后没想到就是我们的故事太长了 你知道吗 这个要聊到七点 没事 没事 然后没想到他前一天刚看过 我头一天刚看完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看那个 然后他说行啊走啊 没想到他前一天刚跟朋友看过 嗯 然后他又陪我看了一遍 哦 就第一次见面就干这种事情了 对然后去那个国宝拉面吃了一碗非常难吃的拉面 哦对 嗯 特别难吃 所以说bad date 然后还行 就是 然后当时我还特别客气 你知道吗 嗯 就是 他他非得请我吃拉面 我说那行吧 我就给你买电影票吧 OK 对 可能就是想就是也互不相欠再不往来 哈哈哈哈 没有当时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就是愿意跟他出去 因为他在 他在那个就是补习班的时候 中途下课给我冒雪买奶茶来着 哎呦 没有没有没有冒雪 冒雨 反正就是天气有奶茶 不是当时不是当时就是那个马上就要上课 对 十分钟上课 然后我说我想喝奶茶 嗯 然后他就是后来就上补习班以后 他就经常给我占位置 因为我老是迟到 然后他给我占位置 然后我们就经常坐一起 那都是后来的事啊 那不是后来 那个是 半开事的时候 工作之前 对吧 工作之前 哦 对 我之所以跟他出去是因为我觉得我欠他一杯奶茶 那就是停 那是四月初 那就是四月初 四月初 认识 就是 就是 yeah 对 me term认识的 应该是 可能是 me term认识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一开始这些事情都让你觉得对彼此有好感 就是说慢慢升温吧 应该这样子的 一开始就是拿他当兄弟 那那个下个问题可以写一下就是那是因为什么事转变觉得说哎应该换一下身份从比如说朋友或者好朋友到男女朋友这个阶段 说来话长呀 说来话长呀 这个太长了 那那你 那这个不能这个这个基本上 这个写就一片Issay了 是吧 那那你大概说一下 你要不写就大概说 而且我们俩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那女方先说 女方哪方谁先说 哪方先说 我先说吗 我先说吧 嗯 我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ok 就是没有就是有就是有一天下班然后见面嘛 然后在那个 先去吃的那个烤鱼 嗯 对不对 先去Spedina吃的烤鱼 然后吃完烤鱼之后 然后就 就聊天嘛 然后边走边聊 就从烤鱼往往这走 对 对 然后走半小时 二十分钟 然后反正就路上边走边聊 然后之后 后来呢 当时反正就说 哎 这个感觉今天不错 可以表白 ok 然后我就试图表白 后来被这个直接拒绝了 是吧 你假表的把呀 有印象没 就直接说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不是 非常委婉 委婉的说的 那个 你喜欢我吗 不是那样容易被 容易被 容易被 那个什么呀 对吧 就是那样多不好 拒绝的很尴尬 对吧 那你这样拒绝不尴尬吗 那你咋说的 没有啊 我就比较委婉 我就说我们可以 我怎么说的 说我们可以在一起 不是 你这不记得吗 就是我 就是走着走着 他就到那个 Queens Park那儿 不是有那个长椅吗 嗯 他突然说我累了 对 ok 在那说的 说一个大男人 累了 我说的什么 我忘了 然后我说 咱们别在这坐着 那时候我爸妈就住在这儿 然后我说我爸妈可能会来这儿 又被撞见 再撞见 我没法解释 然后他就说 撞见你就说 我是追你那个男生呗 就这样 啊 对对对对 啊 你 你认真的吗 对对对 是 生气了 这咋能忘的 不 你说你什么 你说是什么 那个 我忘了 我真忘了 不 但是我现在统计 表达一般男人都会忘 你信我 这是同学表达 我采访过好久 但是反正我就记得我特别委婉 但是具体哪个话题 我真的有点那个什么 但是你这么一说 确实是 我想起来 对 哈哈 那那啥 姐你回 然后我就 然后后来就被拒绝了 对 而且拒绝的理由特别 拒绝理由 你记得吗 你说我们是兄弟 哈哈哈哈 对 他说我们是兄弟 对对对 我想这个我记得 我怎么被拒绝 我记得 这个我怎么被拒绝 我记得 对 那你这个之后呢 就就 那 但是他拒绝你了 你就放弃了 没有吧 我就放弃了呀 没有 当时我回国了 哦 他当天晚上去 刚好就是 他当天晚上去找他朋友 找韩口喝酒吧 OK 对 然后后来 就就回国了 他真就把这事忘了 啊 不是忘了 就说放弃了 就是 对 就没戏嘛 没戏就就就就就 算了 就是对就算了 都成兄弟了 还搞什么呀 就是算了 我跟你说 这就是男人 那这咋呢 那OK 那你算了之后 你咋又想起来 从来 然后我就回国了 对 对啊 然后当时反而我反而别的事儿 心情特别不好 当时 OK 是一个人生的低谷 然后心情就对了 工作上的问题 对对 OK 然后之后后来就 就七月底就回国了 七月三十一回的国 他回国之前还给我打了个电话 对 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我回国了 OK 拜拜了您呢 那那那咋又想起来 然后他走了以后 因为就是那时候确实经常聊天 对 下班聊 然后 然后晚上也聊 一般都谁找话题 一般这种聊天 比如找话题 或者分享东西 应该是我 聊天聊得多吗 真的不多 多 我在下班的电车上 都给你在打电话聊天 那是因为我给你说 我回国了 才打了电话 哦 对 只有那一次 OK 那也不这么多 不多 真的不多 可能 但就是会让女生感觉 就是好像这个人 突然不见了 有点 对 失落感 应该是 OK 然后他就回国了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这个男的还可以 失去了 等到珍惜 对吧 因为我身边就是当时给我介绍的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贼不靠谱 就是有那种特别爱装的男生 对 然后有那种特别偏白的男生 明白 比如说见到你第一次 就直接说 啊 咱们去那个奢侈品那儿 你随便挑 就那种 花雷炉 不是花雷炉 多大的 OK 对 因为我当时在做那种工作 明白明白 然后我就觉得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明白 因为我觉得我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送礼物给我 嗯 就是你拿我当什么 然后我就很生气 就把他们都删了 嗯 你说明白啥意思 问一下男生都没有这句话啥意思 呃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 就真的 就真的觉得生气 对 因为我觉得 就我刚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就是 我就想 一分钱 我都不想欠他的 就是奶茶钱我也想还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如果我跟你没有关系的话 我不会一分钱都不会占你便宜 明白 就那样子 然后后来他走了以后 我就突然觉得 好像这个人还比较正直 对 就是比较正直的 贪厚型的 对 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 然后后来他回我以后 我就 我就在想 我怎么跟他说一下 也我也 主要是没有这么老道 你知道吗 什么叫老道 属于在追女孩方面 比较至内 其实 对 对 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 哦 对 OK 所以哥 你一直说一句话 就是你真的见姐姐第一眼 就是你见着我 一直都这么说 对啊 他第一眼见我 实际是个背影 真的 我早就见过他 他早就见过我 但是我没见过他 他脸忙 但是我脸特别不忙 因为我长得太美 我记忆非常清楚 对 因为我是人 我是就是鹤立 鸡群 我觉得我属于对图形记忆比较 对 我们俩是完全相反 他是见一面立刻记住 我是见几面我都记不住 对 所以就是你一直 我早就见过他 其实在当时第一次说话之前 我就留意过 但是很早之前了 就是 大一的时候 当时就是大一的时候 都是大一 都是大一 对 然后 我记得大概是刚上大一的12月吧 他说他17年就见过我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17年12月 我一点印象 这都啥接远的巧合 就是 11月底12月初 然后他还能精确的描述出 我当时穿的泳服的样子 就是真的是我 真的是我 他真有那泳服 我真有那泳服 他后来都不穿了 再 我们再见面后 他就不穿那泳了 对 因为我觉得好丑 当然他真的有那泳服 对 那你这是 这是个暗恋转明恋的故事 我怎么觉得有点 但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喜欢我呀 那个时候 然后就觉得挺特别的呀 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特别 主要是我 毕竟一个一米八的女孩 确实挺当变 好爱心 那时候可能没有一米八 后来又蹿了 天哪 你这个 你这过程倒退来说 这不是算第一次见面一米八年 就像你说那可能一米八年 对啊 但是你不是说 这个题目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说话吗 那是第一次说话 但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认为 是一米八年 对 哇 这不是真的 而且你说一七年那个时候 当时我做最后一排 他做第二排 你说一七年几个月份 11月底 11月初 哦 那有时候记忆真可以了 那那个时候我单身 你再往前推推 我还不是单身呢 厉害厉害厉害 行 但有关 你从来不觉得 这个坑法是个坑 从来不觉得后悔吗 就是只认识一个人 不会有什么后悔的 那就想 那就想 对啊 你这坑你得再挖深点 从一到中比较这个有什么后悔 挺好都有意义的 可以 其实我觉得他也算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因为我 今天都不怎么认真的 之前都是怎么算就是按内心 四舍五入 没到四个都算零 就是按内心算 因为就是高中真的就是玩闹 你懂吗 就高中那个真不能算 然后大学我他妈谈了一周 就分了就被分了 明白 所以我觉得那些都很玩闹 所以这个男生给你感觉是很踏实 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我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们就在讨论 应该早婚早遇还是晚婚晚遇 应该生几个孩子 以及渣男的形成 有吗 有我跟你说我哥和小谭 好几天恋爱都没结婚 我哥是个渣男 记不记得 不记得真不记得 这个事我知道 但是我不记得你当时跟我说的 当时跟你说的 没跟你在一起之前就跟你说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说这个故事吗 我就是想看看他的反应 因为我因为有些男生的反应就说 啊那谈多少年不结婚怎么了 那就是享受那个自由的感觉 有些男生就会这么 但是他当时就说啊 该结就结婚 那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观念跟我一样 明白 完之后那你就是 所以姐你就后来就是你先 那再后来就是你先表个白 这种感觉 对 对 那是后来很久了 那是九月份了 那是九月份了 后来他不就回国了吗 然后我就说 没有回国了以后 我就想我再用什么方式联系他一下 然后我就说 要不我淘宝上买一个iPad壳寄到你家 你帮我带过来吧 这是一个关于iPad壳的故事 OK 对吧 完之后就是建立了重新一个联系 对 然后来这了以后 他真的就是第一反应就是 想把iPad壳带给我 就是仅仅是把iPad壳带给我 对 我当时觉得特别正常 你就带个iPad壳嘛 对吧 就是仅仅带个壳 然后给说给你壳 然后再见 就是这样 你当时都没想过来 没想过 就是说他可能是 没想 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 你是不是给我打的电话说 还是给我发的微信 我忘了 微信吧 反正是 然后说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在外面那个健身 我就贼类 打拳 也是在打拳 对 你看 所以就完全没当回事 对 对 完全没当回事 行 之后这个不是什么大事 没问题 想好说 然后之后 就说那就寄我那儿呗 然后之后就 就又联系啥了 然后后来就又没联系了 然后直到他回来 就是真的 就是physically 想把那个壳给我 OK 对 然后呢 他给我那天 还带着他一个室友 预知 接下来如何 我们下回揭晓 然后再来个室友 然后再来个室友 再来个室友